女儿红 绝大多数的婚宴场地 大概都一半婚宴为主 在四年多以前 就在台中地方 大概是我们先把婚礼包套 当成是一个主要 所以我们也同时成立了一个爱多 就是专门做婚礼计划的一个部门 所以每一位新人进到女儿红 大概都是量身并做 女儿红婚宴会馆 是从广东的茶文化 发展出来的餐饮模式 从最传统的一中二件 到现在茶楼琳琅满目的饮茶点心 让饮茶点心不再只是吃着玩的点心 更是匠心独特的艺术品 色香味最重要的 都是虾新鲜 我们每一档的喜宴 虾汁还有鱼 都是当天现茶杀的 那个就是第一要有鲜的新鲜 那个一般来订喜宴的 那个新人喜欢的 就是场面的气氛 主人家 就是喜欢那个菜色 所以我们就是 尽量去认识新人 他们哪方面的需求 就像常跟客人讲的 小朋友喜欢吃什么 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 这两个生定做 师傅他们自己 研发出来的 还有传统的老菜 重新包装 像我们上班族工作都非常非常繁忙 那第一次结婚吧 只有一次要非常紧张 那父母又是乡下人 那当然对于餐厅的菜车 会有一点有所保留嘛 吃完之后 父母啊宾客啊 展哥都非常的满意 馆内三层楼设置了 五个主要的宴会厅 并拥有专业登控 专属宴会迎宾表演 格局特色的奢华气派 女儿红大概最高的桌数 容纳量大概150桌 然后总共可以同时容纳 大概1500人到1600人左右 女儿红其实已经在规划 在北部新竹这两个地方 应该大概在三五年以后 会往北部走 因为有很多北部的新人 一直到中部来参加了婚礼之后 一直在我们的网站上啊 一直去留言 希望我们可以到北部去设 这样的一个婚宴会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